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经过复议 决定依法撤销对堂会的劳动教养 去年9月23号 重庆市劳教委认为其通过互联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对任建宇做出了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 今年8月 任建宇的父亲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教养 或确认劳教决定无效 案件在上个月的10号公开审理 不过前天 在法庭宣判前 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 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 而任建宇也已经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但是任建宇方面并没有因此撤诉 最终法院在今天做出一审宣派 认为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的期限 因此裁定驳回 我们家的孩子在外地读书 做母亲去探望一下 这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可是兰州的一位母亲赵梅福 去北京看望正在读研究生儿子的时候 却出了事 她在准备坐火车回去的时候 突然被兰州警方给带走了 随后家人就接到了她被劳动教养一年的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